大家好,我是奈依 今天要來講帽子車上防護罩 最近疫情嚴峻 我來幫子女的帽子車上防護罩 大家外出也要保護好自己跟孩子 首先先拿出拉鍊 如果手上的拉鍊太長 可像我剪短拉鍊 但是要用布或包邊條包住鏈條 因為我把拉鍊的擋片剪掉 所以才要做這個動作 好,那我現在是把拉鍊處理好了 那我現在就是要把拉鍊車在我們的帽眼以及我們的防護罩上 那我先將另一邊的拉鍊鏈條 車在防護罩上 那我現在是再比對一下長度有沒有符合 這一個防護罩比較不太好稱 因為它是立體的防護罩 那你就是像我一樣 就是把我們的防護罩撥平 然後不要太急著要把它車完 就是像我這樣一小段一小段車 好,完成了這一邊的拉鍊 現在呢,換車另外一邊的拉鍊 好,接著換車另外一邊的拉鍊 好,拉鍊頭是朝下的 那我們就是把拉鍊放在帽眼 然後我是離大概約末一公分的地方 然後就照著我們帽眼的形狀 然後這樣子車 因為這是有弧度的 所以比較不太好車 那不好車就是一小段一小段車 好,那我現在呢,車好就是把線頭剪掉 那我現在要把防護罩裝上去 好,那這一個帽子的防護罩呢 就完成了 那現在換另外一頂帽子的防護罩車法 那這一頂帽子的防護罩呢 會比較好車 因為它不是立體的 因為我剛好手邊沒有適合的拉鍊 所以我都把拉鍊剪短 然後再把包邊條包住拉鍊頭 好,那現在我們把拉鍊呢 另一邊的鍊條放在防護罩上面 好,那我在車這個防護罩的鏈條時 我是鏈條跟防護罩一起抓著 然後離桌面有一點距離這樣車的 因為這樣車我覺得會比較好車 好,那防護罩的鏈條呢,車好了 再來我們要來換車帽炎上的拉鍊 好,那我剛剛有在那個 好,那我剛剛有在那個 對面的帽子一樣 這樣我們拉鍊的鏈條放在帽炎 大概離約末一公分的位置 因為這是有弧度的不太好車 那你就是像我這樣子 一小段一小段車 帽子 所以我會說 好扯好就把線頭剪掉 那這一點帽子也是一樣 我要來把防護罩裝上去 那這個帽子車防護罩的教學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在這裡我也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最近要多洗手 然後外出的時候也要保護自己喔